他拥有整个漫画中最强壮的体格 他也是未来山王的舰队基石 只可惜有出类拔脆的哥哥朱玉在前 他只能成为寂寂无名的追随者 本期SD人物制 我们就来聊聊这位山王的未来之心 和田美晶男 210公分的身高 130公斤的体重 抛开洞门组原创的内藤田野 小和田的这两项数据都是整部漫画之最 加之是全国顶级球员和田牙史的弟弟 在他登场之初确实让全场瞩目 上王先发无虎之意的野鞭由于受伤 小和田被当作骑兵派上场 这的确取得了奇效 一来就让咱们的天才鹰幕吃了饼 轻而易举地把红猫猴挤趴在地上并取得分数 所有人都对他的能力惊讶不已 仅是为了凸显美晶男的力量 间接用野鞭和角田大地进行了比较 在鹰幕短暂下场的间隙 贴补上场的角田感叹野鞭的力量十分强大 而鹰幕却完全不输野鞭 但到了鹰幕和小和田角力的时候 鹰幕几乎毫无抵抗地败下阵奶 相比较下 肉丸人的力量多么恐怖如此 可尽管如此 老大的安息只用了三分钟时间 就看出了美晶男的短板 并且制定出以鹰幕为进攻核心的战术 在经历了短暂的适应期后 鹰幕不仅习惯了美晶男的体重 还发现了他只会栏下转身射栏的缺点 同时鹰幕还利用自己的速度 屡次摆脱笨拙的美晶男取得分数 最终在两人的较量装获得胜利 这让本就不自信的美晶男内心受得重闯 在下半场鹰幕掀起香北的追风狂潮后 小鹤田再度换下野鞭降广 不过这次他对我的对手成了大猩猩赤木 面对经验更加丰富的香北队长 小鹤田显得更加力不从心 先是因为防守不及时被赤木打成2加1 接着又因为经营不足轻易起跳 导致漏防赤木再度被香北取分 然后又被赤木抓住机会将球打进 总之在和赤木的较量中 小鹤田的防守等同虚设 也难怪哥哥对他破口大骂 比赛最后时刻 大鹤田本想利用鹰幕的伤势 让美晶男猛攻鹰幕 可惜小鹤田自身弹力平庸 加之鹰幕钢铁般的意志 让大鹤田的计划落空 伤亡惜败给香北之后 小鹤田是唯一一位痛哭流涕的球员 看着这个落寞的大个子 莫名让人感到有些心疼 由于泽北已经去了美国 大鹤田不想再品尝失败的滋味 于是夏决心在接下去的三个月里 要好好锻炼自己的弟弟 不知道美晶男是否真的已经做好觉悟 通过对他比赛的分析 我们不能看出小鹤田的篮球特点 首先就是强悍的力量 这是一种未经过开发 单纯依靠自身体重的力量 或许是因为他从未在这上面遇到过对手 所以没有重视这方面的发展 在经历过和鹰幕的较量后 小鹤田应该会对力量进一步开发 然后便是他过于单一的进攻手段 由于他的篮球基础实在太差 导致唐本只能敢压着上架 让小鹤田只学会了转身投篮这一招 虽然唐本的想法有些过于简单 但他想在正赛中 让小鹤田积累经验和信心的做法 从长远来看并没有错 本身拥有实力坚强的哥哥做后盾 再加上全国最强高校伤亡做背书 小鹤田的实力可以飞速地成长 但这些光环也让他微服了沉重的负担 所以哪怕拥有令篮球运动员羡慕的体格 小鹤田依然出奇都不自信 打起球来战战兢兢 畏首畏尾 哥哥对不起甚至成为了他的口头禅 从另一方面来看 小鹤田很怕犯错 说明他其实很有责任心 他希望能做到哥哥和教练的要求 尽管能力不足 但他依旧拼尽全力 向北最后绝杀前 他拼命干扰着赤木的传球 这可比所谓的看性黄牌松本敬意的多 当然他的身体也是把双刃剑 脚步过于笨重 其他球员可以利用速度 轻易摆脱他的防守 弹力太过平庸 不仅篮板抢不过 比自己矮20多公分的阴木 这样的身高居然在比赛中 一次怪难都没有 如果他能有身旁的暴库能力 相信小鹤田会成为更恐怖的存在 所以如何规避自身劣势 并积累实战经验 是小鹤田当务之急 最该做的事情 最后再来聊聊小鹤田的性格 这个大哥子非常的谦虚有礼貌 时常把对不起挂在嘴边 同时也没有任何心眼 和任何人都可以聊得开 最后的痛哭 更彰显了其内心的柔软 单纯的像个孩子一样 这样的性格的确很受大家欢迎 但若要成为球队的顶梁柱 显然缺少了一种打球的霸气 更别说带领球队的领袖气质 因此未来不管小鹤田能成长多少 若性格不能有所改观 那最多只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蓝领罢了 下面是和田美晶男的数据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